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烟和花香 我们所怀的一年 是此平安的一年 要叫我们将来有失望 有丰盛 有平安 烟和花香 我们所怀的一年 是此平安的一年 要叫我们将来有失望 有丰盛 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 我们祷告你 你就应允我们 我们寻求你 专心寻求你 就必寻见你 好感动 烟和花香 我们所怀的一年 是此平安的一年 要叫我们将来有失望 有丰盛 有丰盛 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 我们祷告你 你就应允我们 我们寻求你 专心寻求你 求必寻求你 求必寻见你 我们呼求你 我们祷告你 我们祷告你 你就应允我们 我们寻求你 专心寻求你 你就应允我们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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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所赐的一年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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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所赐的一年 我想问说你们在这个常常旅行当中啊 那你们个人也都有家庭嘛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家庭 就是你们怎么样在亲子之间 就是当你不在孩子身边 那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你回来 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些亏欠 那你怎么样的面对这个亏欠 是 有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知道 好 我有一个孩子 他有三个孩子 所以他可能我的三倍这样子 其实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就是刚开始 就是我生完小孩的时候 刚开始的巡回 那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然后来到大概两岁三岁的时候 我记得我 我有一次我要出来巡回 因为我们的巡回 通常都是全国 然后就会一走就走比较久 然后走比如说几个礼拜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会 心里面就会很舍不得 然后我心里面会 有点小小的抱怨 然后后来他们慢慢的长大的时候 我就发觉就是 有一次我要走的时候 他是拉着我哭 然后我要赶快把它推开 然后跑出去 那对我来说 应该是最煎熬的一次 然后我就会 就是就会很担心 在外面会出什么事情 回不去啊 然后他就会很伤心很难过 但是慢慢的长大 我就觉得 就会好很多 好很多 那但是我们就是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是就是 爸爸或妈妈 还是要有一个人 在家陪小孩 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 跟服侍的 我真的是深深地感觉到 如果你又是一个 single mother 然后 或是single dad 来又要服侍 又要照顾小孩 真的是很困难 然后这些人 我真的是要立正地 跟他们举功 他们是太厉害了 对 真的 真的是巡回 有小朋友 真的是比较辛苦 比较难 那可是现在就 常常都可以视讯了 不像十几年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办法视讯 只能 那时候是怎么样联络的啊 就是 简讯吗 MSA MSA MSA吗 我忘记 那十几年前 就是 常常都要打电话 然后也不能看到 所以那个时候 就真的还蛮辛苦 可是我真的觉得 要很感恩 就是 上帝配给我们的另外一半 那因为像 我们有时候 常常会出门去 然后呢 就是另外一半 需要看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子 所以他们真的是 非常的辛苦 所以在这边 真的是要 谢谢 谢谢谁 谢谢我的老婆 对 真的很辛苦 嗯 就必须见你